老张去存款 碰巧看见有人掉了两万元 穿衬衣的小伙拽了拽老张的胳膊 分了他 本想和陌生小伙评分意外之才 可丢钱的人却找上门来 我丢了三万 怎么只有两万 钱没分成 自己的钱却被盗取 这究竟怎么回事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黄硕法官 为您讲述 掉下两万 是县级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2013年11月的一个下午 家住海口的老张去商场买东西 碰巧身上带的现金不够 于是老张拿出银行卡去结算 可奇怪的事发生了 老张输入了一遍银行卡密码 不正确 再试一次 还是密码不正确 老张急了 赶紧拿着银行卡到开户银行 看看卡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银行的工作人员一查 这卡根本不是老张的卡 卡号压根对不上 老张很着急 不是自己的卡 那自己的卡去哪了 卡里还有一万多块钱呢 他拿出身份证 让银行工作人员查询他自己那张卡的情况 这不查不当紧 一查是吓一跳 老张银行卡里的一万五千块钱 已经在十几天前被人用自动取款机取光了 老张心急如焚 立马到派出所报案 警官询问老张啊 有没有丢失银行卡 或者把卡借给别人了 老张想了想说 没有啊 警官继续询问 除了你本人外 还有谁接触过这张银行卡 老张突然回忆起了十几天前的那一幕 那天上午 老张去银行办事 在门口碰上个正打电话的小伙子 突然从小伙子的包里 掉出来整整两打百元钞票 老张本想上前叫住那人 可转念一想 这可是送上门的意外之才呀 就在老张做思想斗争的时候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正犹豫着要不要捡这两打钱呢 碰巧一个穿衬衣的小伙子也看到了 说时迟那时快 小伙子不容分说 弯下腰就把钱捡起来 揣在了自己的手提袋里 看到老张也盯着这两打钱 小伙子迅速走到老张跟前 低声说 你别作声 这钱咱见者有份 二一天做五 分了他 老张听穿衬衣的小伙子这么一说呀 略有迟疑 这穿衬衣的小伙子 拽了拽老张的胳膊 有点不耐烦 你怕啥 谁叫那人不小心掉钱的 咱没头没抢的 分钱之后互不认识 这里说话不方便 上我的摩托车 咱们找个僻静点的地方 分了他 就这样 老张心里糊涂的上了穿衬衣小伙子的摩托车 几分钟后 两个人来到一个建筑工地的角落 穿衬衣的小伙子先点了一遍 老张又数了一遍 崭新的百元大钞 一共两百张 两万元呢 老张虽然有点忐忑 但眼瞅着就能白赚这么多钱 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 两个人合计了一下 一共两万 一人一万 这高兴的话音还没落地呢 一个壮士的小伙子就走到他俩面前 老张定睛一看呢 这正是刚才丢钱的人 这丢钱的小伙子大声道 这钱是我丢的 马上还给我 这穿衬衣的小伙不服了 你凭什么说这钱是你的 丢钱的小伙子冷笑道 哈哈 我在银行门口丢了钱就回来找 农汉的保安告诉我啊 你俩捡了钱之后 鬼鬼祟祟 骑着摩托车朝东跑了 我立马追了过来 幸好来得及时啊 不然真让你们把钱给分了 你们还不服是吧 银行门口都有监控视频 不行咱们去调调 你们这是偷钱是犯法 不还钱是吧 我去叫警察 一听说要报警 老张吓坏了 赶紧把钱还给了丢钱的小伙子 并连连道歉 而这边的小伙子数着钱 怒气也慢慢消了 就在老张以为这事到此为止的时候 丢钱小伙子的一句话 却让老张惊出了一身冷汗 嗯 我丢了三万 怎么只有两万 还有一万去哪了 你们是不是把这钱藏起来了 丢钱的小伙子是历生质问 老张觉得很委屈 低声的说 我俩刚才明明捡的是两万 怎么会是三万呢 丢钱的小伙子是不依不饶啊 上午十点半 我从银行取了三万块钱 对不 有取款记录 丢钱的小伙子拿出手机呀 让老张和穿衬衣的小伙子看 手机里有一条农业银行取款回纸短信 这条短信呀 明明白白的写着 尊敬的用户 您2013年10月25日上午十点半 取款人民币三万元 发信人正是中国农业银行 手机上显示的发信时间呢 正是当天 2013年10月25日上午十点半 看老张还是不信 丢钱的小伙子又从皮包里拿出了一张崭新的纸 递给老张 你看看这个 老张接过这张纸一看呢 这是一张借款合同 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借款金额人民币三万元 借期一年 借款利息按照银行同期利率来支付 丢钱的小伙子说呀 我上午取了三万块钱准备把钱借给朋友的 这借款合同都拟好了 是啊 就算的确是取了三万块 可我们捡的的确只有两万呢 我们真的没见到多的一分钱呢 老张是一脸困惑的说 这穿衬衣的小伙也满脸委屈 大哥 我们真的没有拿你那一万块钱 不信你搜 就这样 丢钱的小伙 把老张以及穿衬衣的小伙 全身搜了个遍 但除了两人身上加起来的几百元钱以外 并没有那所谓的一万元钱 可是即便如此 丢钱的小伙 却并没有善罢甘休的意思 我知道了 你们是不是把这一万块钱 打自己账户上了 穿衬衣的小伙 立马反驳 肯定没有啊 你不要血口喷人 丢钱的小伙说呀 到底有没有把钱转走 咱们去银行柜台 查查就清楚了 只要你们刚才转了钱 银行都有转账记录 穿衬衣的小伙很不服气 立马就把自己的银行卡 从皮包里掏了出来 这是我的农行卡 密码 669631 咱们现在就去银行柜台去查查 说着 这穿衬衣的小伙就凑到老张耳朵跟前 低声的说 他胳膊上有黑帮纹身 你赶紧把银行卡和密码给他 我们现在去银行查查就清楚了 不然呢 他会让黑社会找我们麻烦的 一听黑社会这仨字 再看看丢钱小伙胳膊上的纹身呢 老张很害怕 赶紧就把自己的银行卡拿了出来 这时老张犹豫了一下 心想 我把银行卡给你了 你取走我的钱怎么办 于是老张把这只拿着银行卡的手 又收了回来 看到这情形 丢钱的小伙很不耐烦的对老张说 你这老头怕什么 我又不要你的银行卡 我把你的卡号记下来 查询一下你的转账情况就行了 查完卡号 我把卡还给你还不成 卡在你手里 你的钱跑不了 老张一寻思 也是这个理啊 卡和身份证都在自己手里 自己的钱别人取不走 于是老张就把卡交给了丢钱的小伙子 并说出了密码 丢钱的小伙也说话算话 他把老张的银行卡号拿笔合纸记录下来之后 就把银行卡还给了老张 并对老张说 我们去银行查询一下 你在这里等着 说完 穿衬衣的小伙和丢钱的小伙 一起去银行查询了 老张便一个人在建筑工地等他们回来 可左等右等 等了一个多小时 也没见人回来 老张寻思着 可能是施主发现银行卡里 没有这一万块钱的转账记录 冤枉了自己 此事就此作罢了 老张再没多想 就回家了 嗯 对 除了丢钱的小伙子 没有其他人碰过我的银行卡 回忆完这段经历啊 老张十分肯定的 对警官说 根据老张的描述 警方提取了银行自动监控视频 经过比对分析 发现取走老张银行卡上的人呢 正是和老张一起捡钱的小伙子 而从警方调取的银行大厅监控视频中 我们可以看到 在老张填写银行单据的时候啊 在他三四米之外 除了捡钱的小伙子 还有一个小伙子盯着老张 好像是在配合这个捡钱的小伙子 银行卡和身份证明明在自己手中 可账户里的钱为何不翼而非 李世军趁老张没留神 偷梁换住 调包了老张的银行卡 在银行卡被盗取的监控中 丢钱和捡钱的两个小伙子 竟然同时出现 原来啊 他俩早就认识了 从小就很要好 伪造银行短信 调包银行卡 好友二人联手设下 全套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黄硕法官 为您讲述 掉下两万是陷阱 通过警方掌握的有关线索 警方迅速对画面中的这两个小伙子 进行了严密布控 最终将二人一同抓获 这两名犯罪嫌疑人呢 一个叫李世军 一个是陈刚 他们一个是丢钱的小伙子 一个是和老张一起捡钱的小伙子 这两个人 怎么会是同伙呢 原来啊 他俩早就认识了 根据两个人的交代啊 他们都来自广西某县的同一个村子 从小就很要好 一年多前一起来到海南打工 两个人想赚点钱 但又没赚着 于是想了个来快钱的法子 而老张就成为了他们的猎物 在对老张下手之前呢 他俩就在农业银行附近踩好了点 研究好了行车路线和汇合地点 还像拍电视似的 做好了决策分工 李世军扮演丢钱的施主 陈刚则扮演捡到钱后 与老张分钱的人 两个人呢 是一唱一鹤 上演了我刚才所讲的 故意丢钱引诱老张分钱 施主突然出现 要求老张还钱的这段双簧 好友二人配合实施犯罪 这样的案例本不稀奇 可让人疑惑的是 李世军为什么会有银行 发给他们一条三万元的 取款回纸短信呢 这条短信是真是假 难不成银行里也有他们的同伙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根据李世军和陈刚的交代 其实让农业银行发送这么一条 银行取款回纸短信的方法呀 非常简单 李世军事先把陈刚的电话号码 姓名一栏设置为中国农业银行 那么陈刚只要按照 中国农业银行回纸短信的格式 编辑好取款的时间 取款的金额等内容 然后再把这条短信发送给李世军 李世军的手机里自然就会收到一条 来自中国农业银行的取款回纸短信了 早已经被吓蒙的老张 怎么会识破这个看似简单 但的确具有一定迷惑性的欺骗伎俩呢 前面两个人一唱一和的经过 大家都好理解 可老张的银行卡 又怎么会在他眼皮底下 被瞒天过海掉了包呢 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交代 原来老张在拿出自己银行卡的时候 李世军也就是扮演施主的那个小伙子 假装拿出了笔和纸 抄写老张的银行卡号 与老张一起捡钱的陈刚 故意和老张聊天聊地 分散他的注意力 就在这个时候 李世军趁老张没留神 拿出了一张一模一样的银行卡 偷梁换住 掉包了老张的银行卡 而老张记性又没那么好 加上本来就受到了惊吓 就把这张被掉包的卡片 当作自己的卡片给收了起来 可令人费解的是 李世军怎么会在短短一两分钟时间里 像变戏法似的 拿出了一张与老张一模一样的银行卡呢 根据警方在犯罪嫌疑人住处搜到的各类犯罪工具 李世军陈刚二人收集了各类银行卡 其一百种 基本上市面上有的银行卡 他们都有备份 他们把目标锁定在从农业银行办完业务的老张身上的时候 就一定把农业银行近年来发行的银行卡事先准备好了 实际一到 立马掉包 得到了银行卡 还知道了密码 卡里的钱肯定是手到擒来了 二人就这样 分几次在自动取款机上 把老张卡里的全部存款去光了 经过对案卷的梳理分析 承办法官基本弄清了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 可令人不解的是 年纪轻轻的两个人为何会走上一条犯罪的道理 而他们又是如何想出这样一个颇具难度的圈套呢 通过与被告人李世军陈刚 几次面对面的交流 承办法官对案件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李世军和陈刚都是90后 高中毕业后都没考上大学 他们去了好多家单位求职 却屡屡碰壁 俩人合伙做生意 又赔光了从亲戚朋友那借来的钱 雪上加霜的是 李世军心爱的女朋友 也因为她没了工作 家庭经济条件又不好 和她分了手 李世军呢伤透了心 叫上自己的好兄弟陈刚 离开了家乡 去海南一处建筑工地打工 可不巧的是 辛苦了几个月 工钱却迟迟发不下来 李世军和陈刚一气之下 把工地上的活也给辞了 没了工作的李世军和陈刚都很郁闷 待在出租屋里无所事事 用抽烟和看光碟的方式来打发时光 眼瞅着手里的钱就花光了 一天呢 李世军无意间看到一个警匪片里 一伙犯罪分子啊 合伙骗得巨款的情节之后 大受启发 决定效仿 李世军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陈刚 两个人是一拍即合 决定干他一票 于是他们连续用了十多天时间 认真查阅网上的诈骗技巧 仔细分析目标被害人的心理特点 精心设计犯罪步骤 反复模拟犯罪实施过程 设下了这个意外之才背后的陷阱 为骗取钱财 两个小伙周密计划并疯狂作案 以相同的犯罪手段 实施犯罪十八起 涉案金额二十九万元 两人的犯罪行为事实清楚 但在具体定罪环节 却出现了分歧 一种观点认为 应当构成诈骗罪 另一种观点认为啊 应当构成盗窃罪 两个小伙设下圈套 取光老张存款 这到底是诈骗还是盗窃呢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黄硕法官为您讲述 掉下两万是陷阱 真实案例 为您呈现普通百姓的生活经历 法官视角 为您解读每个判决背后的逻辑 是与非对错 真与假 情与法 判断平衡之间 让您了解法官眼中的事实和真相 法律讲堂特别节目 法官解案 李世军 陈刚二人 在不到两年时间里 以相同的犯罪手段 实施犯罪18起 涉案金额29万元 这中间 李世军 陈刚 各分得赃款 16万元 13万元 这18起案件 有几个共同特点 第一 都选取了银行门口 作为犯罪的起始地点 因为被害人身上携带着银行卡 卡里一般有比较多的钱 而被害人往往是 独自一人来银行办业务的中老年人 或者女性 反抗能力和防范意识都比较差 第二 被告人充分利用了被害人的心理特点 被害人大多经济上不宽裕 也贪图便宜 两打百元大钞 两万元 对于他们来说有很大的诱惑力 因此很容易上钩 同时 被害人一般都胆小怕事 怕惹麻烦 又自知捡钱私奔理亏 因此 只要一提到叫警察黑社会这样的字眼 就总能让他们退步服软 第三 犯罪陷阱的设置 令受害人难以觉察 其中一个人始终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 为受害者着想 替被害人说话 并且整个犯罪过程中 对银行卡密码这样比较敏感的字眼 故意淡化 让被骗者在毫无觉察的情况下 就落入了陷阱 再说李世军陈刚 他俩自以为犯罪筹划周密天衣无缝 但罚网灰灰 疏而不漏 他们最终还是落网了 那么这两个年轻人具体构成了何种犯罪 将会面临怎样的刑罚呢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世军 陈刚二人在海口市多家银行门口 以相同的手段调包多名被害人的银行卡 进而从被害人的账户取款刷卡或转账 窃取他人财物 他们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第264条的规定 应当以盗窃罪追究二人的刑事责任 面对公诉机关出事的多份证据 李世军和陈刚共认不讳 但是对于二人是否构成盗窃罪 和议庭内部却出现了分歧 有人认为 两名被告人的行为不应该定为盗窃罪 因为他们有设下圈套骗取老张钱财的行为 应当构成诈骗罪 那么李世军和陈刚究竟是构成诈骗罪 还是盗窃罪呢 我们首先对这两个罪名进行个简单的介绍 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 骗取数额较大公司财物的行为 用通俗的话来说 就是设个圈套让你钻 进了圈套还不知道主动送钱给骗子 那么盗窃罪呢 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密密窃取公司财物数额较大 或多次窃取公司财物的行为 盗窃罪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 密密窃取财物 也就是犯罪分子采用 自以为不会被被害人发掘的手段 暗中窃取被害人的财物 我们最熟悉的盗窃行为 就是采用溜门窍锁翻墙越窗 潜入室内划破皮包等被害人难以觉察的手段 窃取财物 李世军和陈刚采用虚构调钱分钱 施主要钱等欺诈手段 让老张上了当 进而使老张拿出银行卡 并拿走老张卡里全部存款 这与诈骗罪的犯罪构成十分类似 但通过仔细分析 我们不难发现 老张在拿出银行卡时 仍然是有所警惕的 他已经意识到 把银行卡交给李世军 并说出密码 是不安全的 因此老张并没有完全落入李世军二人设下的圈套 主动交出银行卡 直到李世军承诺还给自己银行卡以后 老张才拿出银行卡 让李世军来抄写卡号 这银行卡是通过陈刚分散老张的注意力 在老张没有觉察的情况下 由李世军采用暗中调包的手段取得的 这与盗窃罪秘密窃取财物的犯罪构成相一致 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6条第三款的规定 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 依照文法第264条的规定来定罪处罚 也就是说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 应当按照盗窃罪来定罪处罚 何以廷通过对案件的深入分析 达成了一致意见 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 应与支持 最终认定本案中 李世军陈刚调包老张银行卡 并取走全部存款的行为 构成盗窃罪 最终法院认为 两名被告人在本案中地位相当 不应区分主同犯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第196条等法律的规定 最终认定本案被告人李世军犯盗窃罪 判处有期徒刑9年并处罚金10万元 认定本案被告人陈刚犯盗窃罪 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罚金8万元 李世军陈刚急于发财不择手段 最终深陷淋雨 因此君子爱财一定要取之有道 不能为了一点钱 就铤而走险逾越法律的底线 而本案的受害者老张 也用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 天上没有掉线柄的是 要当心意外制裁背后的陷阱 眼前的钞票让人心动 捡起钞票得到的不是便宜 却是惨痛的教训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法律讲堂 我们下次再见 男女同居13年 男人意外身亡 所养羊群被哥哥霸占 擅自杀羊 还霸占着他家的羊群 一百只羊 价值十多万 独生女人上法院套羊群 你跟我弟没结婚 没有你的份儿 13年积攒的家当 难道真要拱手相送 法官又将如何处理这些草原上的分羊案 女小霞法官 明日将为您讲述草原分羊案 寻规刀